蔡徐坤,20岁生日,生命中的两位女贵人争相送祝福,但谢娜的更走心, 牙匹男神蔡徐坤,98年的小鲜肉,有着压巴三身高的大长腿, 不但拥有漫画美少年般阳光正太小鲜肉,更是具有完美的舞台爆炸力, 曾被金亨熙称赞是一个有魅力和个性的舞台霸主, 舞台上的霸气王者,犹如破竹之势,蔡徐坤在这个夏天,出现在大家眼前, 这个努力追梦的男孩,终于绕迎来他到20岁生日, 没能参与昆昆十九个生日盛宴,是很多伊根的遗憾, 相信伊根心中一定藏了很多话,想对蔡徐坤述说, 为此,爱豆榜中榜发起了这次的爱昆,有令生日祝福征集, 将萨洛在世界各地的祝福收集起来,将伊根的心意聚集,送给蔡徐坤, 而蔡徐坤则选择在他20岁生日当天,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EP1, 据悉,上线一小时QQ音乐人气巅峰榜日榜,周榜榜首, QQ音乐人气巅峰榜总榜已升至第二位, 不得不感叹现在小鲜肉们的流量有多惊人, 而前段时间,蔡徐坤粉丝刚过千万, 近日,又选择在生日当天推出EP, 身为他的粉丝,肯定都会选择去线上购买货视听, 他的首张EP的,不得不说, 他们公司还真的蛮会运作的, 今天一大早,上文杰就在社交平台, 上祝福蔡徐坤生日快乐了, 小狮子,20岁了, 虽然上文杰并没有爱特蔡徐坤, 也没有直呼蔡徐坤的名字, 但蔡徐坤的粉丝苗懂, 因为小狮子是上文杰对蔡徐坤的爱称, 蔡徐坤的好多粉丝都敢来评论, 感谢上文杰当年对蔡徐坤的知遇之恩, 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贵人, 在2015年的兴东亚洲上, 上文杰就看好蔡徐坤会成为明日之星, 而蔡徐坤的另一位贵人, 他的的师父谢娜, 也在下午的时候发出了自己对这寿星的祝福, 不过,他从字面上来看, 就叫上文杰的语气亲密得多了, 不仅送上生日祝福, 而且还直接在线上帮他推广新专辑, 真的很走心呀, 要知道谢娜现在可是国内粉丝最多的一个艺人, 他这一推广, 可就有上亿网友能看到呀, 不得不说这波广告打得很厉害, 也是真师徒无疑了, 估计蔡徐坤的新歌有这么好的成绩, 谢娜也有着不小的功劳呀, 蔡徐坤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宠儿, 能被大家所认可, 这是很幸运的事, 一切的努力似乎换来了回报, 在这青涩的年纪, 承载着那么多人的目光, 只能不断地逼迫自己变得更好, 以求达到大家的期许, 不过如也想说的是, 请大家对蔡徐坤或默默无闻, 仍在努力的一人, 给予适当的关爱与激励, 不要急于看到更好的他们, 他们也需要成长的空间与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